烏克蘭戰爭 你看不到這個近身搏鬥啊 根本完全看不到 為什麼 連那個戰鬥部隊都沒有啊 反而什麼 反而炮兵啊 狙擊手啊 這些佔優勢 美國人在阿富汗 城鎮周戰打得怎麼樣 他心知肚明 不要說阿富汗 光是在IS 在打那個城鎮周戰 美軍打得超級爛 都是靠空軍在打 我也不客氣講 美國陸軍是全世界大國裡面 最爛的陸軍 教導我們陸軍打這種戰 對 太可笑 那這個有些專家研究 你只要有五六百枚核彈頭 全世界地表 大概炸完一圈就可以了 可是呢 現在的中國大陸 不只中國大陸 也有核彈頭 雖然說數量不多 但是構成威脅是綽綽有餘 所以在西太平洋 雙方的戰力的對比 會縮小 會縮小 使得美軍會擔心 對中共的嚇阻力下降 再加二零二七年 中共又要開二十一打 所以美方會 美方有 確實有不少的軍方人士 非常擔心二零二七年 台海軍事奉獻的升高 如果說要軍隊的士兵們練習 這個所謂近戰格鬥 我不反對啦 因為那是用強身 建國的方式啦 因為近戰格鬥的這些 應該講說所謂機耐力的強度 比較高 所以你培養出一個 一個更強壯的這個體格 這點我不反對 但是如果說我們的士兵當個兩年兵 就可以訓練出很強的近戰德國的技術 我倒是不相信 因為近戰德國起跳就三年以上 你看練習柔道 要練習到不要講到黑帶 你應該很強啊對不對 你要知道都要三十五年以上 你光當兵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不可能做這樣的專聯訓練嘛 只有某些特種部隊這樣做有做得到 因為當兵的時間三五年才有可能 一般的當個一年兵兩年兵是做不到這個事情 達不到那個標準啦 但是練習練習我覺得無妨 可是如果你說因為近戰格鬥 就能夠使得台灣的陸軍部隊提升戰鬥能量 那我也不相信 我不相信理由有幾個啦 除了剛才說時間訓練不足以外 現在的你看烏克蘭戰爭 你看不到這個近身搏鬥啊 根本完全看不到 為什麼 連那個戰鬥部隊都沒有啊 反而什麼 反而炮兵啊 狙擊手啊 這些佔優勢 你不是給他更多的彈藥 讓他訓練好槍閥 這比較重要 還是去訓練那個 已經槍也沒有了 彈也沒有了 已經面對面要拼刺刀了是不是 在俄烏戰爭連拼刺刀的機會都沒有啊 為什麼 因為戰爭形態改變了 對 無人機可以長距離偵查 所以偵查兵的功能沒那麼高了 那你只要被偵查得到的話 無人機又可以投彈 無人機又可以刺殺 那無人機又可以通知後方的重武力 不管是坦克的炮 還是說所謂的遠程火炮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火箭炮 那一來都是用整片覆蓋的啊 那我問你近身格鬥有什麼意義呢 但是郭力雄這樣的說法 是不是其實也配合美方 美方希望我們打巷戰嘛 打巷戰臺灣要強化的時候說 就是機器狗啦 機器人的戰力還比較實際啦 因為你在打巷戰 很多人以為打巷戰好像很簡單 巷戰在我們這個當過兵的 最大的障礙就是補給線全部都中斷 變成說這棟大樓 這棟大樓之間的補給線是相當的困難 所以有時候所謂的巷戰本身 是要挨餓的 請問你一下 我們的臺灣兵的挨餓能量有多大 沒水 沒電 沒網路 然後這個糧食在那邊可能已經斷絕了 你要去守住一個很空的一個大樓 你多少作戰能量 而且這個 先流開冷氣就不行了 沒有沒有沒有冷氣 沒有冷氣 別想太多了 沒有根本沒有電 那你要從一棟大樓補給另外一棟大樓 這個風險非常非常的高 跟困難度很大 因為你已經到了巷戰了 再來就是說 巷戰最大的困難是要面對轟炸 當你臺灣如果沒有制空權的話 比如你在臺北市從事巷戰 你哪裡有的這個臺軍的部隊 解放軍用無人機 用這個導彈 用這個火炮 就把你整棟大樓毀了 有什麼打巷戰的空間 可能要改打地道戰嘛 像那個哈馬斯要打地道戰 哈馬斯連打巷戰的機會都沒有 是啊 連打巷戰都沒有機會 那如果你是人家打城鎮作戰 請問一下孤立雄 在臺北市所有的建築法規要全部改 要怎麼改呢 每一棟大樓都要挖很深的地下室 而且每一棟大樓地下室 都要跟其他大樓地下室挖好通道 才可以給建造 這個時候要獎勵容積喔 有獎勵容積不可以隨便把人抓去關 這是事實啊 對不對 你現在叫京華城 趕快挖很多地道 四通八達到各個角落去 你差點辦法做什麼 做城鎮作戰啊 不然你就城鎮作戰強調那個 我覺得孤立雄好像真的沒當過兵 城鎮作戰的要點 是要維持有聲孤狼式的戰鬥 那你孤狼式的戰鬥掩長的地點 只有地下可以通 你地上你做什麼 做什麼城鎮作戰 這很好笑啊 那大陸有機器狗 你台灣要不要搞個什麼機器貓啊 或者什麼機器蝴蝶啊 如果沒有你根本沒辦法打仗嘛 所以這個現在喔 美軍所用的城鎮作戰啊 教我們的 我又送那四個字 荒槍走板 美國人在阿富汗城鎮作戰打得怎麼樣 他心知肚明 不要說阿富汗啦 光是在IS打那個城鎮作戰 美軍打得超級爛 都是靠空軍在打 我也不客氣講 美國陸軍是全世界大國裡面最爛的陸軍 教導我們陸軍打這種戰 對 還送我們 太可笑了 還送我們過期那麼久的 美國的陸軍如果沒有空軍的話 他根本不會打仗 他每一次都空軍先把被人炸了 亂七八糟了以後 然後他才能夠打仗 二次大戰也是如此啊 他如果沒有空軍 沒有海軍掩護 美國陸軍 沒有辦法打過日本的陸軍啊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 因為兩邊的戰鬥能力差太遠了 所以現在還指導我們打仗 我覺得台灣你要現實一點 真的要打這種城鎮戰的話 花大錢 去找瓦格納來當兵 這最現實的 他們真的有城鎮作戰 很豐富的經驗 你找我們台灣這些子弟兵去打 我們台灣的子弟兵成長環境 就不是這個成長環境 可能找傭兵速度還比較快一點 沒有錯 你只是把台灣的子弟兵 送上城鎮作戰裡面的 去當裝飾袋裡面的物品而已 好 我接下來要請教一下黃老師 因為我們看到 美國副國務卿坎貝爾 最近在這個聯邦眾議會的 外交事務委員會聽證會上說 那中國對美國構成史上最大的挑戰 而且是超越了冷戰時期 那同時呢 美國的海軍作戰部長佛蘭凱蒂 那也發表了領航計畫 剛剛我提到 就說在2027年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生戰爭 可能性要做好準備的事項 那您怎麼看 就是說最近美方那麼不斷地再提出了 對於中國的這種懷疑 還有這種對抗 這個副國務卿坎貝爾 他的說法 我覺得很明顯就是表示了 美國認為蘇聯在冷戰時候 跟他的威脅就是核威脅 但是因為核威脅 我有 你也有 當時美蘇雙方的核彈頭都超過一萬枚 那這個有些專家研究 你只要有五六百枚核彈頭 全世界地表大概炸完一圈就可以了 那你要一萬枚 一萬多枚是什麼意思 其實當然就是一個不安全感 但是也是相互嚇阻的意思 或者相互保證毀滅 所以美國認為說冷戰 我跟蘇聯就是這樣 只要核威脅把它搞一個恐怖平衡 我大概就這樣子冷戰 是我最大的威脅了 可是呢現在的中國大陸 不只中國大陸也有核彈頭 雖然說數量不多 但是構成威脅是綽綽有餘 再來中國大陸的經濟跟科技實力 還有在所謂全球南方的話語權 其實美國是有所忌憚的 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對美國的威脅 他是全方面的 而不是只是單一的軍事 而且特別是在核威脅上面的 所以坎貝爾這樣的說法 我覺得一方面反應事實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是在跟美國其他的部會 其他的部門做一個協調的發言 也就是各位對我們美國來講 中國就是我們現在最大的威脅 每個人都要講一樣的語調 一樣的方向 所以跟這個美國的海軍作戰部長 他的那個準備2027跟中華人民共和國作戰 這個我覺得當然是整個美國對外面任職宣傳的一環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很明顯就是軍方 他需要有一些這個發展 軍事規劃的目標 所以這算是他的一個目標 因為即便是習近平其實之前已經提過說 沒有所謂的2027這樣的說法 但美方還是不斷的超過這一塊 一定料敵從寬嘛 所以我們還是要假設 2027可能不幸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有這一個假設之後 我的軍事的發展 我軍事的想定 才可以根據這個去做相關的規劃 那當然還有軍事的一般的規劃 像齊老師也很清楚啊 像他有些是四年的防務評估 或者是每五年一次建軍計畫 其實他們有各軍種各部門 有不同的相關的這些計畫 但是他們都會找一個假想敵 所以包括像美國的海軍特別是 最近好多新聞都講 不管是他的海軍作戰部長 或他的一些未來作戰的想定 對方都是中國大陸 那這個已經是美國軍方 不必隱藏的秘密了 那反正只要是雙方的軍事 雖然說大家的劍都是對著對方 可是如果有足夠的護欄式的 國安的對話 包括防務部長的對話 那麼我覺得情勢應該還是可以控制 好這是黃老師提到說 這是美方的一個軍事上的想定 但我接下來請教一下接種老師 是不是因為美方維持這樣的一個想定之後 當然才比較有理由軍售給台灣 因為我們看到最近這個拜登政府的 對台又包含了F16的這個戰機 相關的維修的部分 又再一次的這個批准了最新的 台灣的軍售案件 那這個金額大概是2.28億美元 但是從拜登政府任內對台軍售 目前看起來 它已經達到57.09億美元了 相當於是整個台灣人付出 大概每個人是7800塊美元的一個成本 那這個部分其實也蠻損到台灣的一個 民生的一個福祉 因為花了非常多的錢在這個軍售上面 在國防上面 確實 拜登上任來對台灣大概軍售了 連最近這一次16次 那最近有消息說過 歸正的搞不好還會有軍院 那不管怎麼樣 16次次數跟金額看起來很高 但是我也必須說啦 你如果仔細分析這16次的內容 會發現其實拜登政府沒有再提供新的 主要的主戰裝備給我們 在16下面唯一有一項跟主戰裝備 比較有關的是自走炮 但是後來美國也藉故取消 把它改成這個海馬斯這個火箭 但是在賣給我們更多的這個海馬斯這個火箭系統的同時 在川普時代他其實給我們的是 可以跨海打擊的這個炮兵炮射彈道飛彈斷層的 但是在拜登時期 他雖然多給了我們十幾門這個海馬斯多關火箭 但是這時候只給射程七十公里的 比較小型的火箭 就換句話說 拜登政府雖然是說給台灣提供了非常多的軍售 但是某一某一方面 我覺得他也是在影響我們的建軍方向 避免我們的主要武器系統 這個快速的再繼續成長 有一點點這樣的味道 就他維持我們既有的能量 所以他給我們很多的零復健 給我們很多的彈藥 但是主戰系統基本上就沒有給 主戰系統就沒有給 所以這反映出拜登政府一方面 當然希望台灣的軍事能力可以維持 但是隱隱約約覺得他也不希望台灣的軍事能力 特別是跨海打擊能力有迅速的成長 為什麼他要管控兩岸的台海的軍事風險 他不想因為台灣之間的 因為台灣的關係而被捲入跟中共的這樣一個戰爭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注意到這一點 那另外就是其實華府 為什麼他們或者是美軍很擔心二零二七 大概幾個原因 第一個因為中共的軍力一般認為二零二五年之後會出現一個比較快速的成長 很多新的裝備的到位等等 那同一個時間 美軍又要進行這個大規模的裝備的太換換裝 所以美軍的戰力會暫時的下降 所以在西太平洋 雙方的戰力的對比會縮小 會縮小 使得美軍會擔心對中共的嚇阻力下降 再加二零二七年中共又要開二十一打 所以美方會美方有確實有不少的軍方人士 非常擔心二零二七年臺海軍事風險的升高 當然也跟黃老師剛才所講的 軍隊建軍一定要有個假想敵 要有個明確的假想敵 你才能夠設定計畫 還有跟國會要更多的敬佩 所以這個也有關係 那也正是因為美方擔心二零二七年臺海軍事風險 所以他們多少回認為是說 從現在到二零二七年大概只有三四年的時間 那這個時候呢 臺灣想要在海空軍方面 大幅提升海空軍的戰力 在臺灣海峽把中共擋下的可能性 他如果不可能 所以他有點是超捷徑 那我希望你提升所謂的地面防衛作戰的力量 因為那個比較是短期內 透過給你大量的彈藥 可以達到目標的 但是人算不如連算 俄乌戰爭爆發 以色列戰爭爆發 以哈戰爭爆發之後 現在連這些彈藥 美方到現在都還沒交給我們 刺針飛彈也好 新的托式飛彈 到現在也還沒有交給我們 那今年會不會交 坦白講也還不曉得 所以我覺得臺灣現在 因為這樣局勢發展 變得有點不上不下 海空軍跟遠程打擊的力量 受到限制 所以要強化這個地面防衛作戰能力呢 可是美方承諾給的彈藥 又此此未到 所以我覺得現在對於國軍來講 有一點點不上不下 好 的一個狀況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